好 歡迎回來 Angelo觀點 其實剛剛有提到這個食安法 其實是今年一月上路 那裡面特別有提到說 可以設立這個食安基金 那這個食安基金 能不能對消費者有保障 然後對團體訴訟 能不能有所保障 來 我們請教一下 好 其實在食安法面設食安基金 基本上當時消費會是不太贊成 因為你只是在針對食品 這個案件去設而已 那其實消費事件是很多的 未來可能發生 不是只有食品安全 消費者的權益 對 我們其實是希望在消費法 設一個消費者保護基金 因為如果從那個裡面 是不管任何只要是消費事件 我想都可以來做處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就以現有的食安基金來講 他的那個錢的來源 如果照目前的規劃 是希望從行政華 行政華 或者是不得力的進來 你現在如果衛福部 照衛福部這個 就把自己都撤掉 這個食安基金 永遠不會有錢 你如果不會有錢 對 你不會有錢 情況之下 不管你的想法 你是要補助團體訴訟 補助一些消費的損害 其實都做不到 現在目前就是零 現在就零 對不對 現在你自己都還撤掉自己的處 那你怎麼可能有進帳進來 你怎麼去做食安資金的一個規劃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認為以目前的現階段來說 這樣的一個規劃 是對消費者沒有實質保障 其實他本來說 要有社會公正人數 來組成這個管理小組 現在錢是掛鈴 所以好像也沒辦法 從財法那邊得到點錢 所以閻老師你怎麼看 是的 那剛剛董事長講的很有道理 就是食安基金 他的五十六條之一 他說財源 就來自於這個所謂 劃緩跟罰金 但是我剛剛講過 我們剛剛探討那麼多 劃緩不法率的那麼高 但是被一個一行為不兩罰擋掉了 那所以那個錢收不到 根本就空轉 另外一個比較有關心的問題是 就算你收到很多錢 成一個基金 那你把這個違法行為人 全部財產都弄到食安基金那邊去 那是真正受損害的消費者 要去賠償的時候 他沒錢了 所以你這個食安基金 跟真正受害人的損害賠償之間 怎麼去得到 把他連起來 對 也就是說食安基金 可不可以他的運作上 能不能肩負損害賠償功能 還是只要再補償 再做一個一個功能 所以這兩個制度 可能要全面性去探討 所以食安基金 是不能賠償給消費者 只能協助消費者去做訴訟 市長 目前根據那個衛福部 他們的這個草案 他們功能就是有 就是有三項 一個是說補助食品衛生安全事件 依消保法規定提起 消費訴訟相關費用 所以可以補助訴訟費用 那另外就是補助經公告的食品 衛生安全事件 有關人體健康風險評估 這個當然在這個食安訴訟裡面 相當重要 比如說我們現在那個每個人買 比如說像我們大同事件 這個買的油品這麼少 那你如果說你要要求消費者 去花一大筆錢去做身體健康的評估 那顯然是大概沒有人會去做的 那這個基因當然可以發揮 這個功效 那另外第三個是說 促進食安 以及消費者訴訟協助相關費用 所以如同剛剛那個 袁老師講的 就是他並沒有再做補償 這樣的一個一個功用 那他沒有像我們的交通事故 那個特別補償基金 說你那個肇事者 要是說沒有保強制險的時候 你這個被害人還可以向特別補償基金 還可以請求 沒有這個功能 這是第一個他的應該考量的點 第二個我要代表我們小寶會提出來 就是針對大統長期這個案子 我們大家都看到帳號地檢署 在第一時間就扣壓財產 可是這個扣壓財產 他目的也並不是說為了要將來 要讓這個消費者能夠獲得賠償 那我們如果說將來這個民事上 我們取得勝訴判決 我們現在要去參與奮賠 但是這個要看來不來得及 跟行政裁罰或什麼 這個可能會有會有一點時間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比較保險的作法 是應該要讓我們有機會去 假扣壓財產 可是很遺憾的是 我們目前的法制 現在這個假扣壓 他都包含消保團體 假扣壓的話 你也要提供擔保 那我想國內包括消息會跟我們 沒有人有能力去提供 假設我們三億多 你就要提供大概一億多 那你們怎麼提得出來 不可能的事情 那那個現在法律輔助法 他有針對我們民眾 你無資利 你可以請求他協助假扣壓 他可以提供一個保證書 讓你去吃虧 不用實際提出這個金錢 但是這個他扶助也僅 扶助自然人 他沒有扶助這個法人 公司這些 所以現在我們也沒有辦法獲得 那個法服基金會 這邊的這樣一個協助 那我想這個應該是法制 上的一個漏洞 那如果說這個基金設置的話 包含那個消息會的 這個消費者保護基金 我想可能那個你們那個查案 我稍微看過 是不是可以增定這一項 就是說在消保團體 在把這個團體訴訟的時候 可以有這個假扣壓 這樣的一個提供擔保 這樣的一個機制 是 是你認為這樣 我們很贊成 其實應該在消保法修法 就把它列出來 因為消保法目前只針對 盆送的這個訴訟費用 有這個減免 所以你希望在消保法設立一個消保基金 設立基金是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他只是考慮到 要不要做補償補助的機制 但是在訴訟程序裡面 其實我們已經想到說 應該在修法中將這個假扣壓 假處分所需要的費用 或者是擔保金要直接列出減免 或相關的一些規定 讓消保團體或公益團體 訴訟的時候 可以達到一個發揮扣壓的效果 或者依照現行的假扣壓的制度 沒有一個消保團體可以做到假扣壓 這樣的動作 其實消保團體這些真的是熱血律師 因為他們願意無償幫消費者 可是剛剛顏教授有提到了一個 應該要一個公益的訴訟 那這個公益的訴訟 國外已經有案例 只是臺灣沒有 是不是可以在消這個 比如說食安法裡面列入 是的 所謂公益訴訟 他是今天是說 真的說親愛的是整個公共利益 今天我們來看那麼多的一個食安事件 出來之後 今天已經不只是個別消費者的權力受損 整個食品安全 他已經是形成對公共利益的侵害 這個時候你政府本身監督也有疏失 你怎麼可以去委由人民自己去自立就地 提起一個民宿訴訟 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 剛剛兩位所謂我們的消保團體的負責人 都很接心盡力的去消費者爭取權 但是畢竟力量有限 那如果引進公益訴訟 由國家 由檢察官提起民宿訴訟 他不論在扣押 在這個證據的取得方面 一定都優於現在的所謂的團體訴訟 所以我們是真的應該是很認真的來思考說 公益訴訟要不要引進的這個可行性 其實我也想請教 對於無醜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們兩個團體 都算是很優秀的團體 所以可以幫忙團體訴訟 可是這個無醜你們認為是妥當嗎 因為你們真的耗人耗力 對不對 好 這個目前規定的是說 對律師是不可以對消費者收取報酬 但是他其實在消費法有規範 相關的必要費用 其實是還是可以請求的 所以只是我們一般律師說的那個酬金的部分 是不可以主張 所以其實對我們的 所以我們現在對我們的義務律師來說 我們在打團送的時候 原則上我們在有會議這些 我們可能就是補貼一些車馬會 讓他們來說參與的時候 我能夠因為花很多時間 精力要來整理 或者這只有只能做這樣子 但是我想在目前還沒有更好的制度之前 我想這樣的一個規範 我們認為還是以保障消費者權益為優先 是 你們真的還是想到消費者 不過剛剛今天我們所提的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 因為法律的判決 其實能不能公正 是重拾大家對食安的一個信心 那我們NGO觀點會持續 再來追蹤這樣的一個議題 今天就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一個禮拜 同一個時間再見囉 謝謝 謝謝